妳好好看喔 哈囉 我可以把妳的特效也傳給我 可以啊可以啊這特效很可愛 欸這怎麼 喔有看到 喔轉橫的 可以可以可以 哇太好看了吧 那我們待會會 我們待會會訪問高昇 就會訪問高昇 然後大家有什麼問題想問的 先在這邊問一下我們 然後我待會就挑兩個 挑兩個問一下 那好好那我們還是要那個 雖然說我們初次見面 但是感覺好像很熟 那我們還是要問一下 其實我們要怎麼稱呼妳 就叫我高昇或是KIMI都可以 KIMI 妳是什麼行座 色手 欸妳是幾號 我特效不見 我是 欸等一下我是1126 喔 1126 對 對 那 妳會喜歡什麼類型的男孩子 男生喔 嗯 嗯 陽光活潑 要幽默 陽光活潑 陽光活潑 陽光活潑幽默 對 運動 運動型的嗎 還是妳有沒有特別喜歡哪一型 運動 沒有欸 我沒有特別喜歡哪一型 那就是如果妳在逛街然後 路過怎麼樣類型的男生 妳就會這樣回頭偷看一眼 偷看一眼 高的 然後稍微有一點點肌肉一點點 不要太多 稍微比較高的我都會多瞄幾眼 高的然後壯的 但不能太壯 對 不能不能不能 太肌肉的不喜歡 會不能接受男生有哪一些壞習慣 壞習慣喔 嗯 我覺得 男生要愛乾淨 愛乾淨 對對對 就是不能接受 邋遢 不能邋遢 對然後 其實沒太要求就是妳要 就是愛乾淨就可以了 也不是說到潔癖的那種 因為以前有教過就是那種 男生睡覺可能他每次都是 不洗澡就上床睡覺 然後隔天就不能來洗澡 我真的不能接受這種 我只要覺得妳是正常能夠那個 愛乾淨就可以了 我沒有要特別要求 那如果就是從外面回來然後 不洗澡但是有換乾淨的衣服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因為通常我也是一回家就是要換掉 就是換衣服 換自己在家的衣服 然後在外的衣服一定要換掉 男生回來也要這樣 我覺得這是基本的 對 也是齁 欸那妳是11月26號感覺也有點那個什麼 偏天蠍座嗎 欸可是我沒有天蠍 沒什麼天蠍特質欸 反而好像比較有摩羯特質 是人家講的 摩羯 摩羯特質感覺一般聽到就是 女強人 對 聽到人家是這樣說 比較愛光 對 偏像是摩羯特質沒有天蠍 對 對 哇那 哇那妳 就是又熱愛工作又賢慧 這種女生哪裡找大家趕快關注一下高生 我沒有很賢慧 就基本家務事還是都會做 但我煮東西真的只會簡單的 哈哈 不要叫煮飯 那我再問妳一個問題喔 就是 那妳之前有沒有遇過渣男的經驗 有啊 欸我之前也有在那個節目上講過 就是 以前的男朋友有偷我的錢 這是我 偷錢呢 對 就是 偷錢那真的很累 對 時上碰過最誇張的事情 就自己另外一半會偷我錢這件事情 這我之前上國光也有講過 對 主持人也很震驚 就 對啊 偷錢真的很誇張 偷錢這已經是 犯罪 對 真的 偷錢 嗯 很誇張 那妳是 就是妳在感情是那種很果斷的嗎 就知道說她有這些壞習慣就可以馬上離開她 我通常還會在溝通給妳 就是 溝通在一段時間 那這樣人無可認的時候 就會 直接say bye bye這樣 通常一定是有原因的 然後就say bye bye 但是我覺得這些壞習慣上面就是 就是一直溝通一直溝通這樣 也是 但是很多壞習慣也是就很難改 對 欸我們開放讓觀眾粉絲問兩個問題 然後大家就下面問一下 然後我隨機選兩個 我先看一下有沒有人問 隨機好 開放問問題 感覺傷處比較重要 趕快 我們趕快問高生問題 沒有 高生是高雄人 不是在台北 歡迎 歡迎 喔 Kevin問說 小姐姐喜歡幾歲的男生 好我們現在可以正了 先讓大家看我眼看 先回答這題嗎幾歲 你會 好你會喜歡就是 應該說你就是能接受 你能接受 就是大小認識多少 就是可能 你能接受 年紀比大 小的話不要太多 雖然年齡我年齡真的沒有太care 但是不要小太多 我覺得小一兩歲還好 然後大的話就是無上限 喔無上限 對因為我覺得大一點 真的比較會照顧人 嗯 有吧有道理吧 這還是要看感覺吧 對吧 感覺還是很重要 雖然大 但是 也不能說一直唠叨的那種 射手座不然感覺 對 太老到不死 那還有沒有人想問問題 還沒有關注高萱 趕快給他點一波關注 24歲怎麼樣高萱 24歲 可是也要相處啊 因為男生有時候太小的話會 我怕會比較不成熟 還是要相處 如果相處起來成熟我覺得就可以了 那你覺得 那你覺得那個什麼 你覺得星座準不準 就是星座對於一個人的性格 你覺得準不準 我覺得 有大概 一半以上 星座是真的可以參考 就大部分 有時候蠻準的 對對對 我覺得有一半以上 所以星座是可以參考的 也是 對 那我可能還不知道這樣抱著 哈哈 還知道很熱 好 這樣比較好那個錄屏 好 好 欸那你平常會玩那個嗎 TTA 會 就是偶爾會上一些片 雖然真心速度不壞 對 那你平常有什麼興趣跟愛好 興趣我這 好像只有工作 我平常都是工作 天啊,如果真的興趣愛好的話,我喜歡逛街走走,買買東西這樣 我是跟朋友聊天,聊聊天吃吃東西,我真的就是很滿足 對,沒有太特別的事 那你有沒有最喜歡哪一個星座的男生? 最喜歡喔? 我之前就是做街坊,很多小姐姐都特別喜歡天蠍座的男生 oh no!天蠍座! oh no! 為什麼? 我覺得天蠍座 天蠍座很專情 天蠍座不好欸,我感覺啦,天蠍座不會被我考量在內的 天蠍座,為什麼? 對,你之前有遇過天蠍男的 對,我覺得很油腔滑掉的 oh! 對 很會講,但也算是敢愛敢恨的人 但是很會講 oh,好像是 就是我身邊天蠍座男生 但是蠻多都就是 如果就是他 就是天蠍座的男生戀愛的話 就感覺好像 真的是很專情的 對,如果他真的認定的話會很專情 對對對 那摩羯座的男生怎麼樣? 好像摩羯應該不錯喔 摩羯座啊,金牛座 他們是什麼?圖方面的星座嗎?圖像 圖方面的星座 圖像我是火 火方面 我是火方面 好像是 我也是火方面的星座 獅子 我是牡羊 喔,那也是同屬性欸 對啊,就火方面 對 好好笑喔 比較土 比較土的那種 好像土方面 比較土的星座 對 不會接受的男生 比較相處 我覺得還是相處 對,比較專心 就有時候星座也是參考用 嗯,沒錯 好 那我們應該差不多 差不多 訪問到這裡 OK 還沒有給高雲點關注的朋友 我記得給他點一下關注 謝謝 這種事業心場 又神會的女生哪裡找 是不是 謝謝 謝謝 沒有太多 好 謝謝 好 好,那我就掛啦 OK 拜拜 拜拜 Spike 滾 太多了 不緊